1947年,大敵当船,港中央被逼处出沿岸,毛泽东在地上撕起了一件逼处攻打沿岸的弹权就说,可惜有一块武装,可以打两把赛刀。 1990年,船馆已经改革开放很多年了,很多出标车司机仍然是将毛泽东当成在阵。 他摆车上,挂过毛子直上,建为可以驱邪而生。 西方国家眼中的毛泽东是怎样的人? 毛泽东透什么力量,改变了中国的力量。 《风云962》中午12点半,正在热播,毛泽东主。 大型广播传记文学,毛泽东主。 原著,罗斯·特里尔,主播,肖却力。 毛泽东主。 毛泽东主。 毛泰東在雲之毛罩的井江山殺下了人 井江山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 毛泰東用他那個殺農民和政治家一身的敏銳目光 選中了這一塊根據敵 這個想法其實很簡單 他的部隊確實弱小不堪 但是敵人肯定也都有弱點 怎樣才能夠找出這些弱點並且利用他們呢 軍閥是不能夠組成統一的力量的 當他們相互爭絕地盤的時候 為了適合在中國的外國列強的軍事利益 這種爭絕就會更加激烈 就不可能同時控制中國邊緣地區的區域性農業經濟 所以敵人是外強中竿的 他們雖然佔據著城鎮 但是梁直卻是來自鄉村 如果說中國要靠農村吃飯的話 那麼共產黨人就應該在稻田裡殺下根 不過鋼鐵差不多跟食物一樣那麼重要 起義的人每時每刻都要有防衛的武器 毛澤東說 中國共產黨一定要在農村建立一支正規部隊 黨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確實應該成為一支軍隊 只有在農村站穩了腳跟 並且完全控制這個廣大區域的時候 才能夠去佔領城市 以最後完成革命 這個不是歐洲或者上海方面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 他後來成了全中國所接受的毛澤東主義 並且延及到非洲和拉丁美洲 毛澤東只有抓住了槍桿子 才開始實現政治上的統治權 在二十年代早期 他在廣東和上海忙於組織工作 幾乎沒有注意到軍事方面的問題 也都沒有寫過這方面的文章 他是一個革命者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用槍殺過人 從一九二五年起 毛澤東開始轉向農村工作 但是他並沒有馬上對軍事感興趣 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 也都沒有分析軍事力量 自從一九二七年年中 國共兩黨分裂之後 毛澤東才拿起了槍 他所有的共產黨同事 也都握槍在手 他當時的目標是建居城市 他匆忙地將一些人東拼西口地拉在一起 但是這些人根本就不可以拼作為盡規的軍隊 頂江山不單單是一個避難的地方 這裏屬於江西省的西部湖南省東部的山脈地下 毛澤東在這裏建立了一支新型的軍隊 城市道路在兩種意向港都已經是行不通的 毛澤東開始跟農民生活在一起 直到二十年之後 他才回到城市 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暴力反抗 毛澤東成了一名指揮官 他很清楚地說 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 黨和群眾不得不一起軍事化 五四運動在井江山收獲了他的第一個真正的政治果實 這個是竟如此矛盾 1919年的那場運動是學生在城市裡發起的 他們反對儒家的先長並且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 但這些又跟槍桿子以及稻田有什麼聯繫呢 奮鬥出英雄 如果說自一九二三年 自一九二六年 毛澤東在臃腫繁雜的官僚機構中任職的時候 辜負了楊昌濟教授對他所作的 普羅米修司書的評價 這樣一九二八年 毛澤東在井江山的鬥爭 就使他真正成為了一位普羅米修司書的人物 毛澤東知道 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 人類在戰爭中強烈地表現出這樣的特點 從思想意識範圍內說 五四時期的學生是鋼鐵盆的英雄 但他們用的是筆不是槍 他們只不過是延遲激烈 但是毛澤東真正的創造性就在於他將三樣東西結合在一起 哪三樣呢 就是槍 農民武裝 以及馬克思主 這三樣東西當中的任何一樣 毛澤東都不是第一個運用的人 但是他是將這三樣東西結合在一起的第一個人 毛澤東似乎並不是一個軍人 他不會紅豆豆地闊步行順 也都不會注重儀表或是通常軍事異上的軍紀 他拿著本書就比他拿著支槍 看上去會更加協調一些 毛澤東用槍桿子表達人道主義的世界觀 直到他小小 他還堅信 在戰爭中 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 這個道理很簡單 戰爭是政治的一種手段 只不過人民的資權 這兩者都絕對不可小 正是在頂江山 毛澤東提出了他著名的比喻 那就是 他將軍隊比作為魚 而老百姓就比作為水 魚是離不開水的 戰爭總有他的前因後果 總是他有決定的意義 但是如果持槍的人不是獻身於功上的事 這樣槍桿子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在軍閥時代 這是一個驚人的思想 但是 其實是一個古老的思想 在中國 這些合術總是被認為是有正義感的人 水戶傳當中的綠林好漢 並沒有完全用暴力之爭去取代道德之爭 而是在戰爭的進行之中去展開道德鬥爭 他們經常和敵人展開輪戰 毛澤東也是這樣 在長達五十年代的政治生涯當中 他從來都沒有放棄過和敵人進行激烈的論戰 回首五四時期 兩條通往新中國的道路 吸引了毛澤東 而且他們分別被他所定仰的兩個教授所信奉 一個是陳獨秀 另一個就是李大超 一條道路可以說是過程 陳獨秀 促遜馬斯同列明提及的歷史發展規律 即是歷史的發展必須是由封建社會 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 再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 最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在尋求馬斯主義的過程中 陳獨秀所拿著的 確實是社會變革的科學 城市是一種變革的所在地 工人是這個變革的關鍵 資本主義的矛盾與日俱進 革命將是其必然的結果 如果說第一條道路是過程的話 那第二條道路呢 就可以說是二字 李大超賦予馬斯主義 以道德和充足力的新的解釋 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是中國人 而大多數中國人是農民 自有農村完成了自我改造 那新中國才能夠到來 作為一名馬斯主義者 毛澤東在早期是沿著第一條路 也就是所謂的過程走過來的 即是工會 城市 都已作為黑革命 他好像一個記事員一樣 站在歷史的大門口 等待著革命高朝的功力 他在這個組織工作上耗費了很多時間 這個時期是陳獨秀的司長 轉統治地位的時期 但是到了鄭光山之後 而是另一個階段 即是二字階段 1927至1928年的冬天 在創立新的政治體制的鬥爭中 毛澤東在很大程度上 獨自和泥土打交道 二字階段 才能夠和山林裡 村落裡的樹影吹煙連成一起 鄭光山 鄭光山 你叫什麼名字 他這樣的禮貌和謹慎是很明智的 因為與城市的政治相比 鄭光山的政治是更難開展 只不過更為複雜 這裡也有秘密社團 當地人和北方遷移過來的客家人之間 有激烈的矛盾 當地的鄉深和山下的軍閥 以及國民黨相互勾結 而毛澤東以及他的隊伍 就是地道的外來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 毛澤東就不得不謹慎行事 他不能夠大張旗鼓地去搞土地改革 因為這裡的土地實在太少 他被夾在地主和土匪之間 而地主和土匪又幾乎是混在一起的 受地主的壓榨 那些農民別無選擇 就不得不上山去做土匪 這裡的階級結構 是中國共產黨的文件 或是毛澤東以前的文章中 全都沒有提過的 毛澤東在一場挑戰中 採取了機智靈活的策略 他解釋了兩個在當地 千名遠揚的土匪頭 這兩個土匪頭 給了毛澤東六百個人 和一百二十支槍 毛澤東用油民和冷漢 來補充自己的隊伍 兩年時間當中 紅軍擴充的大多數政員 都是一些無業油民 而這些人是工人和農民所鄙視的 毛澤東只可以招募這些無業油民 是因為他幾乎沒有其他的兵員 只不過毛澤東並不把油民 看成是社會的渣載 他們也是人 他提到油民的時候曾經說 他們都有五官有四支 他們屬於同一個階級 油民也是受壓迫的人 毛澤東認為是可以改造他們的 他一九二八年 且進到上海 說打算加強政治訓練 以給這些成分帶來質疑變化 毛澤東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 國民黨軍隊來犯的時候 他要打仗 他要計定社會政策 怎樣掌握和地主毫生鬥爭的赤道呢 能不能夠向農民徵衰 但又可以避免不利的影響呢 當時毛澤東確實是沒收了一些地主的財產 剛剛到井剛生的時候 用這種方法來獲取部隊的吸氧 是比向普通老百姓經濟要好得多 他在群眾大會上也都槍斃了一些地主 但是他就盡最大的努力不去觸動那些中間分子 他的政策是打倒土豪劣身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他還組織民兵和赤衛隊 以補充正規部隊 他採取教育措施 扮起了幹部班 戰士班 還有一些教那些農民識字寫著的文化班 沒有貨本 缺乏指針 做教師的呢 只好用樹枝在地上教學生寫詞 面對各方面的挑戰 毛澤東才再逐步走向成熟 他不止一年之前 在武漢的時候這樣 愁眉不展 他的面容顯得更加坦然 充滿活力 開始變成一種權威感 如果說毛澤東的父親曾經是潮山的一個白色的鄉親 這樣毛澤東在他34歲的時候就成了井江山的一個紅色的鄉親 他似乎成了精神之軟 這月有的中共中央也都起了一些電話 但是就沒有任何的改正 莫斯科很快就對渠秋伯不滿意了 工人階級的代表向中伯取代了渠秋伯的位置 不過實際權力就漸展轉移到了李立三的手上 對於李立三這位湖南人 毛澤東是很了解的 周恩來也都很體重他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仍然是左右搖擺的 毛澤東也是處在不穩定的狀態 在中國黨內的D人以及在莫斯科的D人 都仍儀上學地提出革命高潮的觀點 這些影響也都軒遞了毛澤東 1928年3月 湖南共產黨組織向井江山派了一名特派員 他帶來一個指示並且指手挖腳地批評 使毛澤東處境嚴信 撤到黨內一切職務的消息 並沒有使毛澤東感到吃驚 這是四個月前的鬥市 已經沒有什麼打擊力 但是這位特派員就批評了毛澤東的社會政策 他說中央認為對階級敵人應該進行更多的戰鬥 工人階級化應該成為黨和軍隊的口號 但是工人在哪裡呢? 毛澤東在井江山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右傾 但是當時是必須這樣做的 爭取各方面的力量並且改造他們 是毛澤東當時的策略 毛澤東被命令到湖南去和軍閥的軍隊打銀掌 他沒有選擇的餘地 因為井江山已經歸長街的黨組織領導 不過這次出政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井江山被敵人佔領了 儘管一個月之後又奪了回來 但是他的部隊是損失過半 中共中央又向井江山派來一名特派員 但是這次的結果就跟上一次切然不同 這位特派員是來井江山糾定毛澤東的政策 但是他的舉動出乎大家的意料 他不單止沒有斥責毛澤東 反而成了毛澤東的夥伴 他跟毛澤東的結合可見了中國的命運 這位特派員是誰呢? 他就是朱德 1928年4月 朱德到達了井江山 中央的極左路線請朱德在華南地區呂租失敗 所帶的部隊也都鎖定毛幾 只不過他仍然受中央的委派去批評毛澤東 因為上海方面覺得毛澤東太像水戶主中的梁山好漢 軍事意識太強 不是去發動群眾共同掀起革命高潮 而是去殺富濟貧 不單止上海方面是這樣認為 就連朱德手下的軍官也都覺得毛澤東不像個軍人 他們記憶中的毛澤東 是一個身穿著退了色的灰布中山莊 身材高大熱情賤談的人 頭髮又長又暖 還不發胡蘇 這隻胡蘇摘著他下巴上的那顆子 他們還發現毛澤東的手掌是很熱的 並且有淡紅色的光澤 毛澤東一點都不擺架子 在朱德到達之前 毛澤東正很有興趣地和朱德幾個下屬軍官坐在那裡聊天 手上面還捧著一大杯水 毛澤東和朱德在水坑村的一條小溪旁邊相會擁抱 他們兩軍相合 組成了一支一萬人的軍隊 到此紅軍才是真正地誕生 從此之後 紅軍作為共產黨的武裝力量 才漸漸為世人所知 兩位領導人需要就很多問題進行商談 其實在一年前 毛澤東和朱德曾經在中央一次會議上見過面 但當時難得有機會去交流 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共同指揮一場戰鬥 因為有一個軍閥正在攻打井江山 他們一起打敗了這個軍閥 毛澤東和朱德在某些方面很相似 但也有不同的地方 他們都是來自農村 因此都不擺架子 都跟農民好談得來 不過在風道和理論水平上面 毛澤東就更加像一位知足分子 毛澤東具有朱德的託術 但是他就遠不及朱德那麼率直 朱德是一個非常出色思想班純的戰士 而毛澤東就將自己作造成一個脫離了軍人外表的戰士 朱德很快就將毛澤東啟停下一位思想家 他本來是代表上海方面 準備對毛澤東作批評和指責的 但是他並沒有這樣做 反過來 毛澤東十分欣賞 也都非常需要朱德經驗了軍事才能 毛澤東總是樂於計定文官的戰略 而將具體的戰術行動加給其他人 現在有了朱德 毛澤東就可以這樣做 在共產黨前途難覆的關頭 他們兩個互相取長補短 自從他們會思之後 反李立三路線的火種就開始在井江山燃起 也都產生了朱毛的聯盟 二十多年之後 億萬中國人還以為朱毛是一個英雄的名字 這個時候的毛澤東有了合作者 他在長沙的時候 曾經有一批忠實的追隨者 他自己也曾經追隨過不高望重的人物 在長沙第一師範的時候 他追隨楊昌濟教授 五四時期他追隨陳獨首 在上海為國民黨工作的時候 他又追隨過胡漢文 但是毛澤東又能不能夠 好好地和地位相同的人一起工作呢 看來朱德是第一個考驗毛澤東的人 他最大的目的 是實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他最大的創造 是把馬克主義中國化 他最先進的探索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他最偉大的作品 是中華人年共和國 大型廣播傳奇文學 毛澤東選 策劃 葉小凡 宋樹晴 監製 黃建偉 錄音合成 胡梅 黃小洪 孫建國 主播 蕭卓寧 清雲九六二 神衣奉之 作詞 李宗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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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us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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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